你可以按著錄影按鍵然後上下滑動去調整焦距 手放開它就會停止錄影 跟Instagram是一模一樣的 右上角這個分享按鍵可以讓你分享你的手機畫面 甚至可以跟朋友一邊視訊聊天一邊追劇 今天呢我們要來進入一個超級大主題 那就是蘋果於幾週前呢 剛發布熱騰騰的iOS 15 那我手上這支就是iPhone 11 Pro Max 它已經升級到iOS 15 Beta的版本 那這個Beta版本呢就是所謂的測試版 那影片的最後我也會教大家如何升級成iOS 15 Beta版 那其實iOS 15它大概有上百個小更洞 我今天只會分享我個人覺得比較實用或是比較有趣的更新 那其他我就不多講 那蘋果這次iOS 15它有支援設備 最舊的有到iPhone 6s還有iPhone SE 如果你是更之前的手機那可能就沒有辦法了 不過蘋果這邊已經誠意十足 因為iPhone 6s已經是五年前的手機了 比安卓手機更新三年還要好太多了 不過這次蘋果跟以往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它現在可以讓你比較舊的設備 選擇你要把iOS停留在iOS 14或iOS 15 會這樣做有可能的原因是因為iOS 15它比較吃資源 它舊的設備跑起來太吃力 所以多了一個選擇 其實我也覺得是蠻好的 iOS 15在程式更新的時候 原本開啟畫面的hello字樣 會改成跟iMac一樣是手寫的字體 我個人覺得蠻美的 有一點不一樣的感覺 然後第一個我發現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背景圖片有更動 它靜態背景多了一張不一樣的 但是也少了幾張 然後我覺得iOS 15還有一個 我覺得非常棒的功能 就是 drag and drop這個功能 我覺得超級方便也很直覺 它可以讓你在不同的app之間拉動資料 假設說我現在網頁瀏覽器想要丟一個網址好了 我可以直接拉這個框 然後丟到訊息裡面 或者是備忘錄裡面 甚至照片也可以直接這樣拖曳置放 或者是你在網路上看到一篇文章 你覺得寫得很好 那你也可以直接複製上面的文字 然後拖曳到訊息、備忘錄 或者是其他地方 最酷的地方是它連截圖都可以喔 你截圖完之後 看你想要丟在哪邊都可以 因為大部分的app都有支援iOS 15 再來一個我超級興奮的 就是它相機縮放焦距的功能 如果你熟悉instagram的朋友 一定都會知道 我們在instagram裡面錄現實動態的時候 可以直接上滑錄影按鍵去調整焦距 那這功能真的超級好用 結果呢 iOS 15它直接把這個功能 加到它原生的相機裡面 你可以按著錄影按鍵 然後上下滑動去調整焦距 手放開它就會停止錄影 跟instagram是一模一樣的 那甚至連前鏡頭呢 也可以微微的縮放 這個真的超級好用 我個人非常非常喜歡 據我所知目前Android手機 是都還沒有這個功能 好再來就是下拉搜尋 也就是spotlight功能的部分 其實我自己很少用 除非我找不到app的時候 那這邊這個搜尋呢 你也可以搜尋照片 只是iOS 14它沒有這麼好用而已 假設說我現在在iOS 15這邊搜尋一個植物 它就會整理出所有出現植物的照片喔 你就可以直接點右下角 它就會直接跳到相簿裡面的那張照片 其實如果善用的話 這個功能真的非常實用 那這個功能呢 其實在還沒有解鎖的時候也可以使用 假設說我搜尋貓咪好了 它就會跳出跟我沒有關係 所有貓咪的相關資料 比方說網頁啊等等之類的 但是一旦我解鎖之後呢 它就會跳出跟我有關係貓咪的照片 那這邊大家看到呢 就是我家花生的照片 好再來是Google Lens 我是說iOS 15內建的相機 它也可以辨識文字喔 你可以把它拷貝起來 翻譯或是複製貼到你想要貼的地方 甚至是連手寫的文字也可以複製貼上 它會直接幫你判讀 但是如果你字太醜的話 就會判讀錯誤 那這邊如果翻譯的話呢 目前只有支援幾個國家的語言而已 而中文的部分 目前只有支援簡體中文 如果你少QRcode的話 它現在會在下面直接顯示網址的標籤 也可以操作分享或是拷貝連結等等的功能 再來是天氣的APP 它UI也變得很多 設計上變得很漂亮 連最下面資訊的地方 也從以前的文字變成了圖示 看起來舒服很多 如果下雨的話呢 它雨滴也會滴在這個框框的上面 另外你在天氣APP通知設定裡面 你也可以開啟雨停通知 這個就非常方便了 如果假如現在就是外面大雨滂沱 然後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才會停 你就可以開啟這個通知 雨停了 它就會跳通知告訴你 我覺得很酷 好再來就是誤擾模式的部分 這也是我個人非常常用的功能 它現在做了更多情境可以去設定 以前就只有睡眠跟手動開啟跟關閉 現在多了健身遊戲 閱讀開車工作 那你可以在每一個模式之下 設定誰可以聯絡你 還有哪一些APP它的通知是可以跳出來的 然後你也可以設定固定的時間啟動 假設說你週一到週五某一個時間都在工作 或是都在運動 不想被打擾 這邊呢就可以設定這些細節 或是你可以設定在開啟某些特定的APP時候 它也會自動啟動先前設定好的誤擾模式 那這邊列表裡面它有非常多的APP可以選擇 裡面居然還有Netflix 不過呢我這邊是沒有看到遊戲的APP就是了 另外你也可以設定地點 你可以輸入特定的地址 只要到這個地方它就會自動觸發誤擾模式 超級人性化 那這邊特別提一個題外話 在誤擾模式之下 通常別人播電話給你的時候都是打不通的 那手機呢這邊也不會有任何通知 那應該很多人都不知道 誤擾模式可以讓你設定 在三分鐘之內打第二次電話就不會靜音 所以呢如果你怕露接重要朋友的電話 你可以跟他講 如果不通他可以連續打第二次 就可以短暫破解誤擾模式 那這支新的誤擾模式呢也都可以設定這個機制 再來是訊息界面也就是iMessage 這個老實說我覺得台灣人蠻少在用 因為大部分人都使用Line比較多 但是在國外的使用率真的超高 因為訊息APP你只要有電話號碼 或是你的App ID 它就可以串聯你所有的設備 在訊息對話框傳送照片 如果勾選多張的話它會從本來的打勾勾變成數字 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你傳了幾張照片 那傳送之後呢它訊息欄也會從本來的一大串 變成像是相冊的感覺看起來舒服很多 而且你也可以在這邊左右滑動 去看你這次傳出的照片裡面的內容 Memoji的部分蘋果這次也加了一些新東西也可以玩 比較明顯的差異就是它多了加二次顏色這個部分 你可以把你兩邊的眼睛都設定不同的顏色 那其他還有一些小地方可以玩 大家如果有下載的話也可以自己去玩看看 那在FaceTime的部分呢它整個UI全部都重新設計過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現在FaceTime它是可以傳送一個連結 如果假的說你今天不是蘋果系統的使用者 只要透過這個連結也可以加入FaceTime會議或是視訊聊天 那在視訊的介面上面操作列也是全新的 右上角這個分享按鍵可以讓你分享你的手機畫面 對於那些老人不懂了如何操作手機 也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去遠端教學 甚至可以跟朋友一邊視訊聊天一邊追劇 但是呢前提是你必須要是蘋果生態系統的產品才可以 這個呢真的超級無敵酷 好像滿適合遠距離戀愛使用 再來是Safari瀏覽器有全部重新設計過 iOS 15它長得跟Chrome的瀏覽器有點類似 都是方框形狀排列 那網址的部分呢變在最底下 在底下有個好處就是打網址搜尋 離手指頭可以操作點按的距離比較近 那滑動網址你也可以跳轉你已經開好的分頁 這邊也可以幫你開好的分頁做一個群組 假設說你看了五個分頁都是色色的網頁好了 你就可以把它群組起來 然後呢其他的類別再另外放 那在分頁裡面呢你也可以用兩隻手指頭向內滑動 就會跳回上一頁夜纖總覽 那夜纖總覽這個部分呢就跟iOS 14一樣 是可以向左滑刪除分頁的 地圖的設計也有小跟動 它箭頭的圖標跟路面的顏色都有點不太一樣 看起來比較有一點立體感 那重點是蘋果原生地圖APP呢 正在開發類似3D立體的圖像 那路邊的樹、綠地還有建築物等等都會顯示出來 但是這邊呢目前都還在建置當中 美國也只有幾個地區有做 那其他都還沒有完成 要完成可能還要再過一段時間 這個讓用路人在判斷的時候呢可能會更清楚 好啦那今天就一個簡單的分享 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最喜歡哪一個功能 那最後呢 賴瑞來來跟大家分享 如何安裝iOS 15 BETA版本 但是在下載之前我要提醒一下各位 因為這個是BETA測試版 其實還是有非常多小BUG 那網路上面也有人說有碰到網路異常 電話會無法通話 然後拍照變卡頓還有LINE的主題錯誤等等的 那我自己最常碰到的就是Safari瀏覽器它錯誤會閃退 而且它閃退之後呢 你所有的分頁都會不見 你就要全部再重開 那如果你不介意有這些問題的話呢 最好的狀況就是你手邊有多一支 備用的iPhone想要玩玩 那我覺得就沒有問題了 好在升級之前呢 你要先備份你的iPhone 以防萬一升級沒有成功資料不見 但老實說這個狀況真的很少發生 像我這支iPhone 11 Pro Max它就完全沒有備份 所以我才說最好就是拿備用機 就是你資料不見也不會怎樣的那種 首先第一步先在瀏覽器上面搜尋 iOS15 Beta Profile 那這邊一定要使用Safari瀏覽器去開啟 那第一個搜尋結果我們把它點進去 之後就可以看到非常多設備的OS Beta版本 那我們這邊選擇iOS也就是手機的Beta 點開install profile之後它就會跳一個警告 那這邊我們繼續點紅色這個install anyways 之後它就會跳出忽略或是允許 這邊呢我們點允許它就會下載完成了 下載好之後我們到設定裡面 頂端這邊有一個已下載描述檔這邊點進來 這裡就是iOS 15 Beta Software Profile 那右上角這邊呢我們把它安裝 然後呢打上密碼再點一次右上角的安裝 它就會叫你重新啟動你的設備 重啟之後我們回到設定裡面 在一般這邊點開來 最上面軟體更新這邊點開 就會跳出iOS 15的頁面 那最底下這邊有一個下載安裝 點下去之後讓它跑 它就會更新完成了